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天在社交網站發文 指日前到灣仔會展參與一個科技研討會時 被主持問到香港有甚麼阻礙了科技發展 他直言是香港的教育制度 他就說若果繼續沿用香港中學民憑市DSE的模式 難以推動學生有創新有創意 他又形容現時香港教育制度就好像以19世紀的課程 20世紀的老師去教一班21世紀的學生 擔心情況持續下去香港將會與世界潮流嚴重脫折 他又提到自己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就是開放全港大學學位 比合資格中學生能夠升讀大學 而當學生進入大學後 若經過首年或首一年半課程仍未能達標 就需要退學 他認為這個做法可以讓青年人有更多發揮空間 對於近日大熱的人工智能AI 聊天機械人ChatGPT 曾俊華批評有大學 不准學生使用ChatGPT是多餘 直言教育工作者應該想辦法將這一類工具融入課程 外判機械式工作給聊天機械人做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